8月15号封闭了60多天的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正式复市 早晨7点38分 一辆辆满载蔬菜水果的货车依次驶入新发地市场大农门 商户们也有序排队入场 心情非常激动 因为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呢 我们一直在外面 今天终于能回来了 进货来了三车 三栋左右 今天我们辆准备的大一点 老客户今天能回来50%以上吧 预期的好 我们主要是发蜜蜗桃的 陕西特产 盘望着新发地早点开了 今天回来感觉像过年一样 应该有一半 能回来 听着这个市场开了就过来看一看 我今天来看看西瓜 看看葡萄 上个一二百斤 很早就到市场了 我们计划是主要是上一些葡萄类的 还有这个西瓜类的 还有桃类的产品 预估量大概120吨左右吧 记者看到 新发地市场安装使用了市场智能管理系统 所有车辆均需通过人脸识别系统 核实人车信息 商户经体温检测合格后方可入场 相较之前 市场更加开阔整洁 运输车辆均按规定分区停放 我们到了之后呢 还是效率比较高的 基本上我们的车呢 就是直接扫码就进了 然后我们的人进入的时候呢 就是用它这个叫人脸识别跟这个温度测试 就是几秒钟就通过了 进来以后呢 这个明显的就是跟以前对比 就是明显的干净 车辆也停放着整齐 一看了就是这个给的那个心理就是特别舒畅的感觉 就我们新发地定位的发展方向 就是大宗产品的批发交易 整体实现批零封开 用这种门口的信息化 大数据的模式 通过买方的会员制 能清晰地掌握 人从哪里来 车从哪里来 货车从哪里来 提高市场管理的效率 今天我们发货车辆 能突破一千辆 我们的上市辆 就能达到将近1.3万东 今天的情况 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 目前新发地市场已取消了零售功能 不再向个人消费者开放 为满足社区居民购菜需求 市场所属的77家便民菜店 164辆社区蔬菜直通车也同步服饰 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蔬菜量能达到三吨左右 蔬菜的品种是在80个以上 然后水果的品种是在60种以上 每天我们的客单量是在这个800单到1000单左右 然后保证整个这个社区居民的这个消费 吃菜要方便一点 然后其他价格还行 我买的那个芹菜呀 韭菜呀 那个姜啊 那个西红柿啊 多买一点吧 便宜是不是 据了解15号恢复营业区域 为新发地市场主市场铁路以南区域 共有五个大门 其中大农门 富农门为批发区入口 三农门和育农门为批发区出口 强农门为上货区出入口 目前市场对商户免收进场费 摊位费等管理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